113年双十国庆晚会晚间登场 总统赖清德致词详细内容 一块来了解 我们在庆祝各项活动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有一样意义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铭记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要爱我们的国家 时时爱我们的国家 同时要学习先贤先烈的精神 牺牲奉献 我们要团结守护国家主权 维护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方式 才不辜负这么多年来 牺牲奉献的每一个人 大家说对吗 最近我们的邻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 再过几天 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 因此就年纪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 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的民众的祖国 大家说对不对 不过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已经75年 我们是不必再去谈论这一层关系的 但是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 特别祝贺子要精准 切勿用祖国两制 大家说对不对 谢谢大家